欢迎收听都市言情小说《独心术》 作者 清贤丫头 主播 雨生 第四十八章 赵阳不在 沈思年也不在 蒋惠却在 怪不得徐超急得六神无主了 苏唐也急 但徐超明显还正在开车 苏唐不敢多问 你别着急 我这就过去 徐超的声音顿时踏实了很多 诶 好 挂掉徐超的电话 苏唐忙找陆小满要了赵阳老婆宋雨的手机号 电话打过去 宋雨刚好在医院值班 一听苏唐说是沈亿要过来 立马会议地说了一句 放心 午休时间还没过 一时找不到什么可以请假的人 苏唐到办公室里跟周姐说了句家里有急事 就匆匆打车赶了过去 苏唐一路上一直在催出租车司机 司机被他催得着急 到底还是没有快过打心底力着急的徐超 苏唐赶到博雅医院的时候 徐超和宋雨已经等在急救室外面了 徐超在急救室门口不安地躲着步子 一身白大褂的宋雨安安静静地在一旁站着 有些出神地看着急救室紧闭的大门 苏唐急匆匆地走过去 气没喘云就问 沈亿怎么了 一见苏唐来了 徐超急忙迎过去 可能是未病的事 苏唐被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弄得更急了 什么叫可能是啊 我也不太清楚 沈哥就突然给我发短信 说让我接他来医院 我到他家的时候 他已经昏过去了 我背他下来的 徐超像是打了败仗的小卒子 终于见到将军了一样 打得一点底气也没有 说着说着 眼圈还有点发红了 把苏唐看得一点也不敢冲他着急了 苏唐揪心之下 一时无语 刚刚走过来的宋宇 这才插上嘴 你别着急 我看着问题不大 可能是急性胃痙磷引起的昏厥 我看沈亿好像挺累的 她是不是最近又白天晚上连着上班了呀 宋宇和赵阳 苏唐说着 看向还急得两手直揉搓的徐超 也谢谢你了 宋宇抿着嘴笑笑 在苏唐手臂上轻轻地拍了拍 你别跟我们客气 我们在沈亿那里蹭的饭肯定比你蹭得多多了 是吧 徐超 徐超赶忙点头 不等徐超说什么 急救室使用中的提示灯就按了下来 打门一开 从里面走出两个大夫来 有个年纪大些 头发少些的大夫 竟直朝宋宇走过来 宋宇唤了她一生 齐大夫 哦 没事 就是急性胃痙磷 疼的 齐大夫说着 有点啼笑结非地叹了一声 摇摇头 唉 怪不得你家小赵 一天到晚地说她活该呢 哪有做过未切除的病人 带着胃溃疡还敢空腹喝咖啡的 苏唐和徐超都很愣了一下 喝咖啡 人喝咖啡也就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馋咖啡的味道 一种是需要提神的作用 她今天喝咖啡的原因就是第二种 沈亿显然也不会是第一种 苏唐猛然想起来 她拿到那些表格给沈亿发短信的时候 不过九点多 沈亿立刻就回了过来 应该是没再睡觉 她当时脑子晕乎乎的 居然没有在意 她已经下班到家了 还熬着干什么 宋亿也像是吓了一跳 皱眉替沈亿辩驳 不会吧 沈亿平时挺注意的 她睡眠情况也不太好 从来不喝咖啡 齐大夫苦笑 你要不信 就拿她的呕吐物去化炎化炎 基本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她蒙你们 还是我蒙你们 等她醒了 你们自己审审就知道了 宋亿没再坚持为沈亿说话 麻烦齐大夫了 这客气什么 说的跟我不是大夫似的 宋亿笑笑 齐大夫拍拍她的肩膀 就跟着推沈亿出来的救护床 一起走了 宋亿还要值班 苏唐又向宋亿道了一回谢 就跟去沈亿的病房了 沈亿还没醒 双目自然地合着 细密的睫毛 无力地搭在苍白里 透着微轻的眼底肌肤上 整个人静静地陷在被子里 只有胸口以上的一小结 和那只在打点滴的手露在外面 露出衬衣的衣领和袖口 不是他昨晚上上班时穿的那件 苏唐问向跟他一起进来的徐超 你给他穿的衣服吗 徐超摇头 我到的时候 沈哥已经穿成这样了 应该是他自己穿的 苏唐突然心酸地厉害 他没经受过胃痙磷的折磨 但沈亿这么能忍的人 居然会被生生疼晕过去 可见这种症状发作起来 有多么痛苦 上次赵阳说 他半夜突发胃痙磷 把床单抓破的话 大概有六成是真的 疼成这样 还要坚持把衣服穿整齐了 才肯来医院 他是整齐给什么人看的 苏唐心知肚明 苏唐把徐超劝回家 关了病房的门 拉上窗帘 祖柱直直照在沈亿身上 像是要把他穿透一样的强烈阳光 坐到病床边的椅子上 守着他 苏唐第一次觉得 在病床前干坐着 守着一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醒来的人 是有实际意义的 谁敢在这个时候 来找他的不痛快 他一定不会让这个人笑着出去 苏唐一直守着 一直也没有这种人出现 倒是沈亿自己不大安稳 可能是胃里还有些疼 沈亿没有清醒过来 就自然而然地想要伸手去舞 沈亿动的是那只扎着针的手 苏唐怕他乱动会回血 忙按住他的手腕 动作被束缚住 胃里还在疼 沈亿皱起眉头 难过地轻哼了一声 头颈不安地 在枕头上蹭动了一下 依然没有醒来 苏唐看得难受 一手轻抚他 先前被冷汗沁透 现在依然微湿的头发 一手探进他的被子里 解开他衬衣的扣子 掌心贴上他胃部附近的肌肤 一边轻轻地打圈揉腹 一边自言自语式地 滴滴地哄着 不知道是被揉得舒服了 还是感觉到他正在揉揉地说话 沈亿眉眉眼间 促起的树痕 缓缓疏散开来 化为一片无力的安详 苏唐一直在给他揉着 沈亿睡得很熟 鼻息很浅 整个人苍白 却安稳 头一直朝苏唐这边 微微偏着 好像清清楚楚地知道 他就在身边 一瓶点滴输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沈亿才昏昏地醒过来 看到守在床边的苏唐 深深地笑了一下 在不见什么血色的脸颊上 聚起一点薄薄的红韵 好像开心得很 苏唐好气又好笑地瞪他 没敢停手上的动作 还笑得出来 不疼了是吗 沈亿笑着无力地摇摇头 没扎着针的那只手 在被子下 把苏唐揉在他肚子上的手遮住 牵到白得让人揪心的唇边 在他掌心上眷恋的亲吻 苏唐被他吻得痒痒的 根本气不起来 沈亿的熊孩子一样 沈亿依然摇摇头 认真的在苏唐掌心里写字 没有好多 只有半辈 苏唐只想把这八整 招呼到他脸上 生生被他大白的笑容 看没了脾气 虚弱的沈亿 就像一只四脚朝天 等着他揉肚皮的猫 毫无顾忌地 把自己最柔软的一面 展露给他 这样不计后果的信任 把苏唐看得声音都软了 苏唐揉揉他的头发 你有什么事 非得这样熬着做不可啊 沈亿笑得软软的 轻轻地在他掌心里写字 保护你 写完这三个字 又慢慢补了一句 我答应的 苏唐呆愣了一下 恍然反应过来 他昨晚在车上叮嘱过他 如果陈国辉有什么动静 就算是很容易处理的事情 也一定要先告诉他 苏唐当时只当他是需要这些消息 综合判断陈国辉的动向 苏唐诧异地睁圆了眼睛 你一直在等我的短信 沈亿轻轻点头 苏唐揉在他头发上的手 不由自主地轻柔了许多 心疼地念叨他 我酒店才上班呢 你睡上四个钟头也能歇过来了 喝什么咖啡啊 沈亿牵着始终不曾带下去的笑容 亲握着他的手 在他掌心里实话实说 你睡不着 也许还想和我聊天 沈亿慢慢打完 又慢慢地添了一句实话 好想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